眨眼睛來到星期五 贏魔功力,繼續有集賽天堂和我肥鬚 今天,當然大家都知道,每個月都逢一潤 即是來一次,國際賽日 每個月來一次是什麼? 國際賽日 國際賽日很痛,因為賺到痛,賺到燒 因為輸到心都痛 但我記得上個月我們都有交代 給大家啟示,起碼賽事可以避到 好,有些可以賺到,賺到,身體好 我記得上次國際賽日是我這麼多次 唯一一天給五場球,都中了四場半 即是國際賽就賺點錢,後面才輸 平時輸,國際賽就賺 你很少這麼謙虛 謙虛過劉謙 因為這陣子是當黑 明明有一場球最大信心的了,真的改期 不要緊,這個世界... 即是波園、波環賽 大把波環 今天是國際賽日,我們當然是主力去西日波瑞為賽 我們先來一場,就是F組賽事 這一組大家最重點就是這場預期 其實現在都是榜首大戰 提早上演的榜首大戰 俄羅斯主場出擊葡萄牙 F組方面除了俄羅斯、葡萄牙 還有藥旅的盧森堡、阿塞、拜疆、北愛爾蘭和以色列 預計來說,現在第一回合 即是第一個比賽日和第二個比賽日 兩隊都是兩戰全勝的 俄羅斯就輕鬆取勝 我最記得那場除了主場我們贏之外 作客我們也給了 那場正對以色列是沒得打的 俄羅斯自從卡比接獎後 入了六球球,兩場贏球,沒有失過一球 至於葡萄牙方面 他贏就贏,但好像說服力不太強 這組,坦白說,葡萄牙和俄羅斯當然是出線的大熱門 葡萄牙沒有說服力,對盧森堡作客2比1那場差一點 對阿塞、拜疆去到高加索地區都剛剛人3比0 這樣3球就剛剛走盤 所以你看到葡萄牙贏球在盤路上 是非常友善、不友善的 對阿塞、不友善的 對阿塞、不友善的 始終都是那一句 他太靠施朗了 雖然有些好手大 如果說前戰來說,始終都比較靠施朗 這場是硬仗 俄羅斯會不會有些隱憂呢 葡萄牙方面 雖然施朗這期很適合 剛才在宇宙打比賽 入兩顆,跟美斯一起頂呱呱 叮噹碼頭 但去到國家隊,斯朗本身的表現 永遠都打八折 近期大賽斯朗的國家隊表現越來越好 但仍然打八折,以前就打五折 現在打八折也差一點 去到俄羅斯,但你看到外面初半 由平手半球跌到平手 反而表示對葡萄牙信心也不小 我不是,我對俄羅斯信心大 大家都很關注 斯朗拿在國家打比 或者宇宙打比 其實有點傷 因為他本身有倒掛落地 在肩膀上好像有點傷 但是根據消息 完全沒有影響他上陣 但這件事就要考慮了 究竟這場球究竟葡萄牙的目的 即是去到俄羅斯那邊 是否拿一分走呢? 這就值得考慮 其實現在來說 我真的不明白為何外界對葡萄牙的信心這麼足 雖然他的歐國球是打得不錯 還入了四強 幾乎入了決賽 但俄羅斯似乎都回來了 我自己覺得卡比路接掌之下 似乎不是得罪說他 我不是經常抵毀你的荷蘭同胞 即是艾和卡特 真的不太好 一向他就 我都不覺得他好 從1994年開始到現在 都覺得他真的不太好 但葡萄牙 我估計是拿一分做目標 其實主場主場是生生生生 其實綁手出線就不難 但這場球我反而對俄羅斯和葡萄牙的信心都不太大 我就走聰明了 可以入球大勢 初半就兩球兩球半 跌到兩球 兩球入球大勢都頗抵薄 頗抵薄 老實說 如果以兩邊的功力 尤其是葡萄牙方面 除了施朗之外 當然會熟悉到藍尼 還有不能夠忽視一位球員就是普斯迪加 其實這個球員早出道早成名 現在都是30歲 近期在西甲 甚至在國家隊都有表現 國家隊已經進入了兩球球 在外圍賽 至於俄羅斯方面也不用多介紹 其實現在俄羅斯也相當多好手 他們這次入選 尤其是大家會比較 寄予厚望 迪薩哥夫 這個也是中央陸軍的中場主力 另外前線方面 大家會比較熟悉 帕夫尤真高等等 都會適數在陣 其實人腳或者默契方面沒有問題 尤其是我自己覺得 基沙哥夫 遲從俄羅斯 俄羅斯之後踢球 他的狀態就花來了 這個強姿是29歲 也在俄羅斯近年都好很多 所以這場球 我也支持林溫 不是林溫 他還可以 你主要對我 因為入球中位數 兩球就太划算了 這真的划算了 真的划算了 兩球球沒理由進不了球 我真的覺得這兩球 以他們兩隊的水平等各方面 還有兩球 你沒有跟我說 不是入球小 你看都看悶 說真的 所以這場球是OK的 我自己覺得 習泰迪奴的選擇 就是入球大 我的選擇就是俄羅斯 如果要平手判 還可以玩 接著 亞美尼亞對意大利 我首先說 意大利這群球 是不是有些固態伏民的狀況出現 就是有人會說 外圍賽為何會這麼差 但有時候你又不能怪 意大利這群球 往往在外圍賽 他們好像差一點 或是負負 或是表現不太理想 但始終他們的底運 他們的根底 都是入到決賽州 才來的 就是夠出線 就算了 我沒有必要跟你贏球贏盤 意大利和法國這兩隊球 我對於真國際賽 都是對於他的上下盤 避之則吉 意大利這些球 有時候低估你的時候 你又高開 有時候高估你的時候 你又低開 好像買股一樣 高開又低收 低開又高收 所以意大利很少碰 但這場球你見 意大利的球數也不少 我反而覺得 就算買 我都會少著 我不如買下盤 協助亞美尼亞 不會大敗 你會不會協助亞美尼亞 不會大敗 這麼厲害 不過意大利有一件事 就是看到外圍賽 始終外圍賽階段 大家要考慮一件事 就是說有很多新的領隊上任 而且有些新球員入選 尤其是意大利方面 看到領隊柏蘭迪利 是銳意 將一批新的球員 擺進去試 尤其是他以仲 譬如保連尼 迪斯圖 等等這些球員 甚至有幾位小將 拿波利的欣帥利 這些前鋒球員 變成大家會有少許忌諱 因為其實 老實說 意大利的老謀心算 很艱鉅 他根本拿捏整個外圍賽 當然這一組 他現在碰的 對手都不太強 尤其是初期 所以他們的人腳上 一定和每一場都有改變 譬如今次的入選 有基拉丁奴 巴洛迪利 基奧雲高等等 迪斯圖 以及最近隻手可熱的米蘭前鋒 艾薩拉維都入選 所以你說 意大利是否沒有本事贏 其實以人腳 怎會沒有本事 你真的要上盤 要作對 我不是跟你作對 但我現在這場球 我也要 我覺得大家不妨 先看看 紅場會出什麼 這才是最聰明的做法 因為意大利的球 他們也算數很厲害 說得難聽一點 他們之後一場球 就會對丹麥 所以這場球 他們是否夠贏就算 這一點就很重要 我記得上一次 意大利對著馬爾他的教訓 贏得2-0 就盤到三球 三球半 就完全看都不用看 對著寶加利亞那場球 作下 就讓半一 結果是2-2 就算之前 去到英格蘭有儀賽 即平手 歐洲杯四強 受讓半球 結果輸4-0 你一買他就輸了 雖然亞美尼亞上一場球 都輸半個盤 但如果不然有2名球員 趕出場 都可能隨時盤都贏 所以這場球 我寧願買亞美尼亞下盤 都不要搏上盤 這場球 我真的比較縮骨 我真的先看他的臨場 與其他去對板 我寧願他走地的時候 或者臨場才去落馬 第一 意大利一定讓得多 第二 還有很多時候 我估計大家 去到外圍賽這些階段 亞美尼亞 亞塞拜疆 他實力不是強大 但他的主場很麻煩 場地一定有些問題 各方面 意外長途不洩 這件事是真的 始終是一個球員 他們都是人 要搭長途飛機 接著就要對丹麥 多或少 我自己覺得一定會留著 俄羅斯西蘭 高家屬那邊 亞美尼亞 亞塞拜疆 亞美尼亞主場 都是有些信心的保證 輸不會輸太多 所以他們近年的主場是不錯的 我很記得亞塞拜疆 近年在主場 他未必贏到你 但他未必會大敗給你 至少可能緊負 而且他們在主場 有一定的戰鬥力 所以這些球員 尤其是還要碰上一隊老間距 又會流放 意大利 我就更加覺得要小心一點 接著說到另一場賽事 也是同組賽事 剛才說的意大利 這組B組 排第一棒 收了4分 另一隊也是 寶加利亞 也是4分 寶加利亞第一場 就是和意大利 表現出色 第二場也是小勝 亞美尼亞 當然現在寶加利亞 大家對於他們的人腳 就不太熟悉 其實表現上 因為上一場 其實他們都會 七十多分鐘 都會打小角 一直領先著 這場賽事 他們在主場出擊 將會對著的對手 真的不弱 對著丹麥 似乎 丹麥上一場賽事 0比0打和折黑 表現不算差 雖然讓半球 只能入球 輸入球帶 也不開 但你看到 丹麥近年人腳都不差 後防有利浦普的艾家 前面仍然有 左贊臣 羅美達 再中場新星 艾力臣 以實力來說 丹麥是遠比寶加利亞好的 外面初盤要平手 我真的寧願要丹麥 對嗎 其實如果我看回頭兩仗 寶加利亞給我的感覺 我就有一點改觀 對這班球 最初有一個位置 我已經覺得這班球 又是去到 有點像意大利 為何這麼說呢 就是因為他們當地 我不知道大家 不太熟悉寶加利亞球壇 小弟略有所聞 他們近年 在打假球的醜聞當中 變成他們聯賽 甚至他們國家隊 是備受批評的 甚至最好笑的是 你知不知道球迷的選舉 選足球先生 竟然選總理也不選球員 那次早年有個笑話 有個醜聞真是笑死 其實 變成布加利亞足球已經一沉不起 但反而痛定思痛的情況下 反而好像有些改觀 可能國內開始有些修正 打黑等等 因為其實都查了很多 甚至當年有個笑話 說貝比托夫城被人夾了幾個小時 希望去打假球等等 所以其實布加利亞的頭兩仗 其實表現是有所改善的 有一次主場對意大利那一場 相反丹麥 剛才習修甸都說 是有一定的實力 所以這場球我也想想過入球大 我看到布加利亞 大家不要將他上一仗 第二仗對阿密尼亞的一場去參照 我覺得那場他要三分 始終對意大利那場 他們付出的體能都相當多 還有這場球我覺得 因為接下來 長長都硬仲 這一組其實 說意大利是高一點 但二線球隊那一班 譬如丹麥、捷克、保加利亞 其實幾隊都差不多 做這場球不妨去 我覺得勝負難料 入球大了 我就是丹麥 雖然布加利亞 學肥蘇說 沒有想像中那麼差 但丹麥我真的想像中 對捷克贏不到 保加利亞有點運氣濕 沒有空球比率 以及射門切手的遠比 就算這場球作客 我相信丹麥最少就保持不敗之身 平手我就拼丹麥 可以的 因為他始終大賽經驗比較高 他那班人 大家會記得 慢慢地去褪變 其實他的默契或整班球隊的組織 這方面他們是比較熟 這方面也沒法否認 接著講到另一場賽事 就是摩爾多瓦對烏克蘭 這一場也是東歐打比 屬於東歐方面的賽事 烏克蘭大家應該上一回合 看他對英格蘭那一場是有好感的 那一場他們不贏也不太划算 你覺得他不贏 其實那一場球都可以有權贏 那一場球最後幾分鐘才被林伯 先追回 其實是一點點是捉到鹿 就不會脫角 最後是輸就輸了 這個精神不太集中 說回那一場球是五五球的 如果點數界其實英格蘭比較好 我說打也很合理 當然如果非英格蘭球迷 就覺得烏克蘭少少不值 不,都可以下盤 都可以下盤 在錢上就很值 分數上就不值 但這場球對手摩爾多瓦 就非常要留意 他可不可以破彈 留意破不破彈呢 如果破彈的話 因為入球大機會很大 但這對球好像數下手指 差不多十場球沒有進球 近期的狀況比較差 而且這件事真的要請教習泰迪奴 確實有所謂 摩爾多瓦最近在政治上也有點不穩定 在罵著想歸順 進入羅馬尼亞那邊 似乎在經濟上真的不太行 羅馬尼亞本身也不行了 只要進入羅馬尼亞那邊 人家當然也傻 所以摩爾多瓦要在賺錢的情況下 賺對價 對著波蘭 球半兩球 波蘭能否養得起都贏得到2比0 即表示摩爾多瓦相對上是很friendly 這場球是輸足給你 所以這場球不要緊 烏克蘭作樣的球半都可以照賣 有一件事是無心亂戰 而且你可以看到 波爾多瓦這隊球始終比較弱 這一組都很亂 表面上英格蘭就好像一枝獨獸 但現在暫時只有4分 和克山也是4分 波蘭也有4分 烏克蘭只是打一場 所以1分 一定是戰底的就是聖馬利諾和摩爾多� 摩爾多瓦第一仗 大家可以看到第一仗 對著英格蘭 他有勇就無謀 即是死衝難衝 其實實力上是不夠打的 作客情況下更加0比2輸給波蘭 換句話說 習塞丁奴 你全面看好烏克蘭 不要說全面 這場球的注數都不會太大 始終作客 平時作客的上盤 我注數永遠都不會太大 因為最近都出了幾次 就算是很熱門 所以這場球我建議少住烏克蘭 一球打完我真的不敢買 因為我怕最後烏克蘭 怕烏克蘭緊死 你說他贏兩球 我覺得都不是大疑問 但當然 如果也是那句 穩陣起見 等他開了球 看看狀況 以及讓球比較 買上本不用太急 等他跌一跌本 一球半才落物都未遲 以烏克蘭來說 這場球應該贏 就毫無疑問了 這場球就 講講另一場賽事 這一場 看看我支持哪一隊 你支持白俄羅斯呢 不是 是白俄羅斯對面 西班牙 當然大家要小心 白俄羅斯對西班牙這場球 都是不用多介紹的 當然是看到西班牙 但似乎是習長天奧 第一輪分組賽 全世界很興奮 西班牙去到格魯吉亞 都說格魯吉亞 阿塞巴薑 阿美利亞 這三球一看主場 韓國的線 所以剛才說要阿美利亞 但這場球 西班牙上了一場球 要靠蘇達度 在國際賽 還要很後時間入 大賽不入選 最後先八十多分鐘 進入1比0 如果神宗買了常盤 就已經關掉電視 但如果是買了歐盤 100元 拼10元 都差點哭 其實那場球 西班牙說真的 如果是說無量控球比率 國球次數 遠比就對手好了 甚至格魯吉亞 一次進籠都沒有 如果我們純粹是反西班牙霸權 就覺得格魯吉亞不值 純粹是以波論波 西班牙算贏得少 所以這場球 西班牙對著白俄羅斯 我仍然對西班牙有信心 但你怕不怕呢 有一件事 大家會知道 你的實力我完全不會擔心 西班牙問題是 現在是怕不怕他有疲態 大家都知道 近期黃馬巴賽打得比較多 而且在打國際賽之前 整場國家打給他 先來享受一下 兩邊球員 我相信那場球 真的能排得盡 現在西班牙當然 近期 除了踢得比較密 還有個別球員 也有大聯賽效力 例如大培斯華 申迪卡蘇娜 都在阿仙奴 曼城的踢球 再者又配奧爾 迫姬的受傷 會不會 習泰迪奴 不要說口罩 又是那些緊縮 或者流力 或者緊縮 大家都知道 白俄羅斯雖然 實力一定是差一筆的 但是又是那句 再去到東歐 白俄羅斯的景地 距離比較遠 以及環境相對 比較麻煩 大家都記得 歐聯 已經有個樣子讓你看到 就是 有些皮泰的白馬尼克 第一次喪屍 在巴迪腳下 我不會大膽說 這次是白俄羅斯贏 但我現在擔心 會不會是 贏波書盆的格局出現 有機會 因為五日後 西班牙也住在法國 所以還要想 因為他們在香港時間 13日 即是12日的凌晨 已經對白俄羅斯 其實他們在香港時間 星期三 17日的凌晨 也是3時 主場對法國 我也是擔心這件事 還有一件 迪寶斯基 好像上一次 有一場對沙迪阿拉伯的熱身賽 然後再打外圍賽 他今天完全用兩批人作戰 我現在在想 迪寶斯基 正在行這個策略 如果對較弱的球隊 他不怕 用了一批人 然後另一批人就流力 例如我估計 沙迴印尼斯達那些 應該會這場球 先在後備 或者打20分鐘 30分鐘都未定 黃巴是隨時這場球 就會消失 出馬體會 華倫等等 對 現在我擔心 這個情況出現 未必會不會大炒 大家都知道 你看到他這次入選的人腳 其實說來說去都是那些人 是後防 其實現在後防 人選上沒有了迫基和佩奧爾 沙迪阿拉伯斯一定沒有走雞 我想沙迪馬天尼斯都應該要用 等等都要用 你說中前場的選擇比較多 所以有一批叫邊緣國腳 或者剛剛叫複選那些國腳 例如總場的辛迪卡蘇那 比拿特等等 這些球員應該會得到上陣的機會 我自己覺得 即使出後備國家兵 對著B隊 就當你B隊 我當B隊 白羅斯A都綽綽有餘 但是否盤 我真的不敢碰 我亂買入球勢 沒錯 即使他這場球不會大交收 白俄羅斯 入球能力有限 西班牙應該都不會 對著白俄羅斯 不會點失球 這些球員 後備兵會不會入很多球 我覺得成疑問 可能是0比2 這樣完場就算了 不奇的 這樣的賽果 我也支持習蔡天堂所說 始終有一場 真的對法國 你說法國爛船也有三斤釘 始終這件事也是比較難搞 近年來說西班牙 在一些外圍賽或熱身賽 對著強隊 其實你炸汗計算 成績不是特別飆青 例如意大利贏不到 甚至在熱身賽 都輸過給意大利 輸過給其他球隊 都會有的 所以這場球大家要小心一點 真的養得太多了 所以我要小球 不過暫時 這麼多長球為止 除了烏克蘭的上盤信心大之外 其餘的信心都是60-40 始終開了頭兩回合 很多賽果出現過 有些參照 大家留意的上盤 讓的比較辣 你不跟第一回合 那時候最笨的 有些笨盤出現 接著講講另一場賽事 我們又可以去到另一場賽事 就是 斯洛佛克對著拉脫維亞 這兩隊球隊就在G組 G組其實有什麼球隊呢? 波斯尼亞、希臘、斯洛佛克、拉脫維亞、立陶宛和列茲敦士登 我自己覺得這組反而是幾開放一組 因為幾支球隊都有機會出線 斯洛佛克兩戰一勝一和 相對落後給波斯尼亞和希臘 因為他們兩戰全勝 拉脫維亞兩戰全敗 零分之餘還要表現相當好 那這場斯洛佛克的主場可以嗎? 這場斯洛佛克對拉脫維亞、斯拉大戰 變成阿婆飽步 無論如何都看到這場賽事走 都是避免的 為什麼呢? 斯洛佛克上了一場賽事 對著列茲敦士登主場才能贏2-0 對拉脫維亞對拉脫維亞也是二敏 但斯洛佛克再看前一場 再去到波羅的海三角的拉脫維亞 50多分鐘打小過 都可以手和1-1 即表示後防也不算太差 這場對拉脫維亞正宗是 攻不銳,手又頗穩 在這樣的情況下 是否仍然一球半成二敏 但拉脫維亞也差 兩場賽事對著希臘 對著波羅的海三角 失了六球 但亦都破到彈 即使手也很差 攻也不錯 會入球大 但這邊主隊手也不差 所以這場賽事 我寧願買拉脫維亞的下盤 我倒轉邏輯思維 我覺得這場賽事入球大 因為大家也知道 近幾年的取向和波羅的相似 即是他們有功無手話之力 比利班牙跟你鬥功 當然現在的人腳不算特別好 但起碼有幾個熟悉的名字 尤其是打會最熟悉的就是 鹹石、南波里群 另外有一位韋斯 其實這也是近年開始崛起的國腳旗 股卡也在熱蘭亞合力 尤其中場方面的後上能力相當強 我覺得這場賽事 在他們來說 是沒得考慮的 這場賽事一定要獲得三分 尤其是在主場 以及再者 剛才也介紹過的分數上 他們落後緊給希臘和波斯尼亞 所以這場賽事 我預期他們一定會主攻 當然對於拉脫維亞來說 也是 即是現在零分 無論主客也要來 所以這場賽事 我反而是反思維 反邏輸思維 就是覺得入球大 當然 另一場賽事 還有下一場 老實說 你看到斯洛佛克 如果這場賽事拿了三分 下一場賽事 他們將會面對希臘 其實也算是 一個綁手大戰 或前田投一戰 所以他們一定拿了這三分 才有價廣 我自己覺得 所以這場賽事 上盤 以後 你所說 我也嚴謹 隨時比一的賣單 所以我自己覺得入球大 我自己怎樣看 拉脫維亞對波斯尼亞 對希臘那兩場賽事 都先升奪人 先領先 後被人反擊 如果走地時 拉脫維亞先入球 就不妨買入球大 否則 我建議這場賽事 當然 不必就下注 當然 斯洛佛一樣 一球球半 我看著上一場賽事 對著列子敦士登 那輸盤之下 我買拉脫維亞的下盤 會比較穩固 你喜歡拉脫維亞 我不要緊 我只是要大 我最重要是要大 我沒有問題 接著到另一場賽事 這一場賽事 這場似乎是勢力敵一點 今天大家看到後面的後面 雖然我穿紅衣 但我不是比利士 就是西班牙 不過大家會開始留意 比利士的球員 叫紅波 就是國家隊的層面 將會作效到塞爾維亞 這場賽事 其實表現相當出色 頭兩回合比利士都打得不錯 我記得我和習塞Dino 也是第一輪的賽事 第一、二輪 真的最能交到貨 以及幫大家贏到錢 最重要是贏到錢 對威爾斯那場順利 上盤 對著克羅地亞那場 有稍嫌 最後開不到大 有點失望 雙方斗攻 誰知道雙方都沒有幸運之神 結果一比一就打和 對蔡爾維亞就不用看了 對著 對著 威爾斯就6比1 大勝 主場是非常穩 對著蘇格蘭也不用輸盤 走盤 表現就不過不失 對著比利士這場 相信蔡爾維亞主場 永遠受勝大發 一主場就贏了6比1 比利士 入球能力又不差 外面 入球大小 只做兩球兩球半 這樣的情況下 兩球輸半個半 其實我和習塞Dino的看法都相似 因為大家不要再帶著 早幾年 蔡爾維亞比較弱小弱小弱小的時候 那種踢法 他們近年 剛剛由米克洛域接掌了 其實米克洛域 大家都知道 作為後衛 他也是一個攻擊型後衛 你現在看到 萬城的菇拉洛夫 的自由球就開始像他 但是當然 如果你說全盛時的米克洛域 就沒得廢 就是米克洛域的穩定性較低 但米克洛域作為一個中堅 其實他也是攻的 所以他現在踢的蔡爾維亞足球 也是崇尚進攻 你看回他現在的蔡爾維亞人腳 我不敢說全勝很好 但是 又是那艘爛船 也有三斤釘 有一群不錯的球員 而且比較有活力的球員 所以這場球兩群有活力 你這些八壽後 最主要標榜自己有活力 尤其是比利時不用說 作客的情況下 一樣有入球能力 也是 綁手大戰 如果他一贏就已經超越蔡爾維亞上榜首 所以這場球 都是他入球態 簡單一點 雖然看到蔡爾維亞不斷落飛 平手盤主隊不斷落飛 好像看到主隊是 就是超順坦名牌效應 比起時我們也介紹過 近牌人腳都很強 蔡爾維亞前方也不差 有我喜歡的蘇里馬里 所以這場球寧願兩球 兩球半 看到大翼亦有落飛 就是順飛 順兩隊進攻模式 賣入球帶 還有想想 蔡爾維亞主場 其實都是開過平手 連評判都讓不了 大家都不太看好他 所以這場球入球帶比較穩陣 寧願賣在大小到落脈 沒錯 接著另一場賽事 就是馬歧頓對著克羅地亞 都是這一組的賽事 繼續是 蔡爾維亞、比利時、克羅地亞 其實這一組都很強勁 魏極那幾隊 叫威爾斯、馬歧頓、蘇格蘭 但都未去到聖馬里諾 所以這一組暫時三隊都四分 蔡爾維亞、比利時、克羅地亞 克羅地亞也是四分 蘇格蘭兩分 這場球來講 克羅地亞 究竟可不可以輕易贏出呢? 難一點 因為你說克羅地亞 之前主場對著馬歧頓 贏了1比0 那場球我記得 門戰、門島 雙方射門和射門合起來 都不知過不過兩隻手 十隻手指數得了射門 非常悶的一場球 你說馬歧頓這一隊 這隊為何這麼悶呢? 對著蘇格蘭也是死手 對著克羅地亞也是死手 兩場球合起來平均 一場球才失一球 表示其實防守能力也不差 如果防守能力不差 克羅地亞主場才能贏 贏得你1比0 贏不贏得你 亦都是成疑問 所以這場球我願意買入球勢 像樣的 你說的 你提議的 當然了 你頑顧上一次 主場 克羅地亞那場 我也有看 那場球 很擺明他們的心 去了第二場球 打算贏一球就算了 還要69分鐘 憑著謝拉維的入球 才能夠奠定升局 大家會疑問 為何馬歧頓 好像習卓天所說 守得不錯 原因很簡單 今時今日 大家會覺得最出名的 一定是前面彭迪夫 但其實他們中後場 有一班有實力的球員 例如西布朗的後防球員 波波夫 路維斯基 反而大家比較熟悉 因為德甲效力多年 在勉恩斯等等球隊 另外幾位也效力 例如俄羅斯聯賽 普加利亞 甚至羅馬亞聯賽等等 所以其實 反而他的後防線 就穩打穩扎很多 即是前線的功力 他不好知道 德莉 但他起碼受得到 想回克羅地亞 雖然一向就像克羅地亞 一隊球 藍斯拉夫之後 最好的歐洲巴西都克羅地亞 看回近兩場 波特尼斯手一場 對比利利施射門次數 是一隻手數得完 上次對馬歧頓 表示射門次數也這麼少 入球也不會多 入球也小 因為克羅地亞有些轉型 我自己覺得近年 他比較有功利主義 而且他們最狠占了領隊 他領隊是史迪馬 史迪馬就是中堅出生 他不是跟克羅地亞中堅 這個史迪馬當年 大家記得有些印象 他在英超打的時候 他真的是首球的中堅 所以他教出來的球隊 防守也很嚴密 也有些比較緊湊 當然這種足球 看就不要看了 但最重要是有成績 所以這場球 我也跟習採電所說 不如試試入球勢吧 我相信馬尼頓 就算在主場來說 一定會打好一點 加上令克羅地亞也不容易贏 還有一場之後 克羅地亞也需要出戰威爾斯 所以這場球 也是那句 入球勢算了 上盤也不敢比 真的上盤也不敢比 好 接著看看另一場賽事 這一場就是 你老友出現 荷蘭對安道爾 首先很簡單 第一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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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滿意荷蘭的表現嗎 也滿意 荷蘭塞球的數字少 令我驚奇 雖然後防供仍然很差 要有危險負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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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責 受養1球半輸,2比0就無法破彈 荷蘭這隊球其實都是投資者來講,挺友善的 大賽不要說了,歐洲盃都不押了 近兩場的外圍賽都算是回饋給你 上一場我們全中了 都說對著匈牙利好像孝婆宇的滋粉 就在開大了,怎料上半場還未完演三球球 交出了下半場就完成了 就算是回饋給你,歐洲盃你輸這麼多的外圍賽就給你賺一點點 安道義也是非常友善的 受養3球半輸4比0,受養2球半又輸5比0 受養3球對著波籃輸4比0 所以這隊球受養多少球都不要緊 對面一定讓你入球為止 他可以主場都0比5輸給你空牙利 如果以丁氏理論,這場應該要數八、九球 八、九球就不知道 那場球就算是紅帕才輸5比0 沒有紅帕才輸3比0,只適合2球半 蹋蹋就3球這樣 所以這場球很簡單,上盤 沒有了否認,現在荷蘭隊新領隊新人士身作風 雲高爾就很簡單 你不合他河車,怎樣大名氣他都不理你 這件事有好又不好 但有一件事我覺得值得一讚 他比雲馬維克好的地方 就是他膽敢用新人 他膽敢用新人的情況下,有一個好處 大家在參與落注或落墨的時候 這群新人卻博 例如比較新入選那一批 拿申格、蘭斯等前線球員 一定會爭取表現 原因很簡單 大家知道荷蘭的差勁也好 前面雲佩斯、亨特拉爾、古智 甚至今次都應該沒有入選 因為受傷,沒有入選 諾賓那些 如果你有了,你是不是可以正選呈呢 是不道理的 所以這群球員會很落力去敵 即是拼殺 還有,只是中鋒位 雲佩斯和亨特拉爾都差一日之長短 其實在歐洲國家會決賽周圍都已經看到了 甚至中後場,現在都在用新人 這場球我自己覺得上半都可以支持 荷蘭一向比較靜氣 當然有一、兩次的熱身賽都很滑 但這些球員相對比較靜氣 而且安道爾嚴格來說 這隊球員差不多是不計友誼賽兩年 在國際賽沒有入球 就算跟友誼賽都一年半沒有入球 老實說,真的沒辦法 他們那些是業餘的球隊 所以這些球員不大炒 我都算是預賽於操 你想想一下,我們香港結智很喜歡西伯瓦籍球員 都不請旁邊的安道爾的國家隊來踢 就知道他很頑皮 所以這場球員不妨要荷蘭上盤 這場球員應該可以的 當然,你看看他出什麼 我覺得文高爾的性格不會太流放 至少拿穩陣了一個性局線 我再說說另一場賽事 也是同組賽事 愛沙尼亞對著匈牙利 不知道為什麼 我比較宋相進攻 我頗喜歡匈牙利這波 近年 雖然說人腳不能跟50年代的傳承時期比 或者70、80年代的比 但是他們的取向非常好 即是很肯進攻 對著藥隊沒有手軟 他們暫時只有3分 輸了給荷蘭,但也大炒了安道爾 所以這一場 就一定要盡力拿3分 再說是愛沙尼亞 愛沙尼亞兩場都輸 而且還未入球 習塞丁奴,怎麼看呢? 他的主場也輸給羅馬尼亞 愛沙尼亞不是好屎 不過也不能這樣介意 因為對著土耳其那一場就好了 就拿紅牌 最後是否會輸3比0就剩2分 主場對著羅馬尼亞那一場 半場也能守得下 所以他是不是這麼差呢? 我要看這一場 除非有紅牌也要再看一場 在11個打11個之下 對著匈牙利就真的見真軍了 你記得在去年 友誼賽愛沙尼亞 作客也贏過匈牙利 表示這對球就不太差 所以雖然大家在外面 你看到平手盤之下 愛沙尼亞的票 不斷升 表示外面對匈牙利就信心大些 但我就寧願要離開這個盤 匈牙利未必上 會不會入球大呢? 入球大了 因為外面的盤就兩球半 跌到兩球 兩球真的值得玩 即是兩邊的防守都是差 其實匈牙利的防守是頑固的 他從上進攻但他是很頑固的 再者 如果愛沙尼亞 你問我呢 其實這群球賽 可以告訴大家 如果他在主場發揮正常的話 他真的不是那麼差 當然 他肯攻 他大敗比土耳其打少過 還有我看到他 其實那場球表現不頑固 但真的拿到紅牌 而且他很頑固的 他很肯攻 他一推得上去的時候 防線就下半場就立即塞到兩球 所以他們也有本錢入球 所以這場球我絕對覺得 入球大可以一想 這場球真的到盤 剛剛說了這麼久 愛沙尼亞去年作客 就有2賽可以贏來匈牙利 雖然匈牙利作客有洛菲 但始終都不是那麼穩陣 愛沙尼亞比外界低估了一點 對羅馬尼亞對土耳其那兩場表現 都並非賽果那麼差 這種情況下 其實攻擊力是否真的破不了彈 未必的 最重要是對方後防很頑固 不是代表你攻擊力好就破好彈 這場球參考紫座入球大 這場球算是今晚賽事中 幾個信心的一場 反而那個盤很笨 我真的覺得很笨 有信心的場球 我也有信心 因為這兩隊碰了 還有匈牙利有前無後打死罷就 接著說到另一場賽事 也是瑞士對著羅威 瑞士作為綁手球隊 暫時在外圍賽打得不錯 他們也在頭兩仗都稱為輕勝對手 分別2比0作客贏斯多文尼亞 另外2比0主持人亞爾巴尼亞 亦是騙著四支球隊都是三分 冰島、亞爾巴尼亞、塞浦路斯和羅威 都是剛剛三分 其實這一組 瑞士是否真的輕鬆 你見到外面的臉數都是這樣認同 初半就讓半球 現在才讓半球 大家的水分都差不多 都是九幾歲 因為你可以見到 兩隊球都對過斯諾文尼亞 瑞士作為斯諾文尼亞 所以瑞士的表現應該可以再入球 因為控球指數都是幾一面 最後是斯諾文尼亞在對方打少過 才有些攻勢 瑞士那場比賽贏到3比0 相反羅威主場對斯諾文尼亞 要靠到阿懷斯 最後是保時階段入球 才贏斯諾文尼亞2比1 是幾個 怎樣說呢 緊湊的情況 因為雙方那場球 其實石門截數也不多 說服力就欠奉 其實那場球拿1分就差不多 情況之下 羅威主場對斯諾文尼亞實力5-5 瑞士作客對斯諾文尼亞 就是譚少傭兵 這場球回到瑞士主場 瑞士就是讓半球 今晚我心水最大的賽事就是這場球 瑞士的上盤 我支持你 羅威看了幾場球 兩個字完全不行 因為強勞之末 球員開始老化 打來打,還要打到懷斯 頂級球隊都打不到 還要靠他 另外早前有一場對著英格蘭的友誼錯誤 熱身錯誤都看 這場球都不太行 英格蘭都不停耳 所以這場球真的是強勞之末 老實說,不是得罪說一句 你說再去到早幾年 尤其是世青世少都有一些修成的瑞士 應該是瑞士沒問題的 我覺得瑞士上本撐得過 這場球撐得過 你和外面的飛數都是一面倒是瑞士 大家有些危機的意識感 瑞士不停下飛,當然就賣對面 但回看正常來說 不及陰謀論 瑞士真的很穩固 瑞士我覺得沒有需要陰謀論 這場球撐得比較難聽 又不是等錢花的 沒錯 所以我自己不太覺得需要搞這些 而且開國開得這麼好 瑞士、大伯克錦 要不要賺這些錢 只要阿伯麗特也放不少 不需要搞這些 好,接著去另一場賽事 就是英倫打比 威爾斯,英倫三組打比 對著蘇格蘭 那就是兄弟波 阿習泰迪奴 兄弟波,會不會是兄弟相殘 兄弟相殘 但外面對蘇格蘭的信心大一點 初盤就是威爾斯,讓評判 現在去到平手 大家都九幾歲 看到對威爾斯的信心小一點 對蘇格蘭的信心大一點 但可能因為威爾斯 上一場球比賽爾維亞 大拆六比一 就影響到他的心情 我單一來說 不知道是否放棄 那麼辛苦 巴利先追回1比2 結果幾分鐘後 又被人追回3比1 結果放棄後 最後10分鐘 塞到兩顆 就輸到6比1 那場球不可以計算 威爾斯是弱隊的 看回人腳 又有巴利 艾朗藍斯 又有中場 祖阿倫 其實這些球實力不差 那你說相對上 人腳甚至是給蘇格蘭 這場球平手盤 我會支持威爾斯 縱使威爾斯連續五場輸盤 我覺得這場很難搞 因為其實 如果問我兩邊嚴格上都是熟悉的 因為大家都是英倫三道 始終比較熟悉 但有一件事要考慮 就是威爾斯給我的感覺 或者看他的表現 他比較冒進 主攻型 但防線就不夠強 但蘇格蘭相對比較硬 即是球風比較硬 蘇格蘭大家都知道 球星又沒什麼了 但有一批 尤其是近年 因為蘇超的效滑 即是錢方面 或者財政問題 變成有一批球員 就落了英超踢 或者英冠等等 其實現在相對來說 蘇格蘭的 我自己覺得近年的球員 或者寡隊上 是有幫助 這對於他們是有幫助 這場我會跟你爭辯 我就是蘇格蘭 那你就要蘇格蘭 蘇格蘭對著馬其頓 主場一比一被禁住 禁住 主場就是蔡依惠 雙方射門次數也是少 表示蘇格蘭這隊 我又不怕你 我現在不用讓 人腳又不是強 又打在手勢足球 對著人腳不差 威爾斯 別人打主攻的足球 主場威爾斯 對著你不變的蘇格蘭 我當然是支持威爾斯 沒理由買蘇格蘭 我不怕他 因為我覺得 始終不用讓 有一件事 不用怎麼搞 不過這場球有少少 勾頭就是入球大小 雖然說做兩球 兩球半 看到勢不斷落飛 因為一隊主攻一隊主守 情況下 入球大小就比較難碰 其實都很難說 這些兄弟球 你說他表面上入球未必多 但可能太熟悉 放膽去攻的時候 大家可能化作用又不一樣 近三次對戰都可以打 對 所以大家反而入球大小 這場球我不建議 我覺得體能不長 很難說 這場球是我跟肥蘇有分歧 一個要威爾斯 一個要蘇格蘭 最低可能就是平手 因為平手盤 沒有問題的 其實我也是平手盤 不用讓 我覺得值得玩這一下 接著去另一場賽事 就是愛爾蘭 應該是 愛爾蘭對德國 愛爾蘭是否大家對信心不夠 受養一球也不夠 要跌倒是受養一球球半 大家對愛爾蘭的信心也低 但你看上一場球 愛爾蘭不算對阿曼那場友誼賽 最後對哈薩克 憑著羅比堅尼和奇雲盜利 最後兩分鐘入球 2比1就反勝 哈薩克 那場情很搞笑 你說過這場球 我就覺得有點黑哨 為什麼這麼說 因為哈薩克的12碼 究竟是不是12碼 其實到今天都沒有答案 我覺得那個球 是可比可不比的 剛剛我看著那場球 根本那球是可以不給12碼的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愛爾蘭似乎是差一點 而且有部分主力是今次因相缺陣 沒錯 但這場球如果受養一球 我就賣德國 但受養一球球半之下 我就有點吞太 因為德國上一場球對著奧地利 又是讓別人一球球半 結果自己贏你2比1 審換次數不多 雙方各球合起來才有6個 又是倒楣的 對著法羅群 一面倒之下 都會自己贏你3比0 和你讓別人四球半 五球都 是完全兩回事 所以你變成德國這一隊 好像近期就對著弱女 不流行大炒 對,這段時間又好像回穩 好像想打好後防 即是平平無奇 我看到你讓一球球半 我就真的不會買德國 我挺擔心有一件事是真的 又是那一句 類似黃馬和巴翠的狀況出現 大家都知道大部份國腳 都是拜仁和多門特那邊入選 變成很多球員 我也擔心會有個疲態出現 以及究竟會不會是放得盡 大家都知道 其實愛爾蘭是打力的 打力的情況下 究竟他會不會贏得很多 這就是一個大疑問 我只覺得 這場我拼了一點 我要買下盤的愛爾蘭 剛才我對德國、澳地那一場有少許 瑪利帕和愛爾蘭有好處 上一場有宜賽 下一場又是有宜賽 即是愛爾蘭很專心去應付德國這場 即是準備特別充足 又沒有後顧之憂 這種情況下 我寧願拼一拼 少許拼一下愛爾蘭的下盤 愛爾蘭的下盤 拼一拼 這場我也覺得可以 希望單車被摩托 單車 我覺得入球大呢 你覺得有多少機會入球大呢 入球大我自己對愛爾蘭的入球能力 又成疑問 即是你見到這個入球大勢 是做兩球半的 隨時 可能德國人一比零這樣 即是我就寧願 五點入球大勢 這場球都很大問號 因為這場球始終讓得辣一點 還有愛爾蘭這場球也很差 即是你以為很容易搞定 他又會給你看看 通常這場球不容易對付 所以其實真的頗惡搞的 好 接著另一場的繼續 應該是我們今天談的 其中一場歐洲賽的最後一場 就是希臘對著波斯尼亞 嘩 這場球很難搞 波斯尼亞就非常合理 但是希臘 話說回來希臘近兩場都不差 立陶宛有2比0對 拉脫維也有2比1 兩隊都看到狀態 可以說顛峰就對戰 決戰止禁之癲 很簡單 雙方狀態都這麼好 入球大小就做兩球兩球半 難怪外面入球大不停落飛 真是買入球大最穩陣 我跟你的想法一樣 波斯尼亞第一 這班球員是死攻難攻的 主客也拼命攻的 這不需要懷疑他的態度 第二 希臘作客我擔心他一點 但在主場我就覺得 應該不需要擔心 起碼有一定的攻力 你說兩邊加起來 要2-3球都應該不是很難的事 大家都知道 波斯尼亞會有迪斯高 甚至是伊比斯域這些射手 另外希臘差極也有幾個 尤其死球都很威脅 而且如果以格式格 即是波論波來計 其實波斯尼亞的防守死球相對比較頑皮 你看看一件典型的事 就是對著列支東士登克的失球 他真的挺離譜 他贏8比0不行 他是要贏8比1 所以見到波斯尼亞的好處 對著拉脫為壓 又是4比1 又失球 對 所以這場球 贏輸真的很難說 我也覺得很難說 我跟習採天堂的想法一樣 以及加地也綁手大戰 避其封 兩邊的狀態這麼好 避其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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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場球大了 不要搞太多 這場球是值得玩 兩球兩球半 對 反而總結 當然我們不是說了所有歐洲區的外圍賽 但如果你看到今天很多歐洲區的外圍賽 其實要盤都未必那麼常算 第一 要是讓得很難 第二 究竟那些球隊是否全力去 以及有沒有贊助你贏過盤 這是很大疑問 反而有些賽事 每個人都在下飛 入球大勢中的位數 都縮盤 反而考慮入球大勢的好處 封觀歐洲區的外圍賽 我只剩下四場信心大一點 因為很多場的信心不大 信心大一點 不過賽爾維亞主場對比利士的入球大 荷蘭對安道爾荷蘭主場的上盤 瑞士對挪威瑞士的上盤 甚至希臘對波斯尼亞入球大 以及第五場 愛瑞士尼亞主場對匈牙利入球大 五場的信心比較大 我覺得愛瑞士尼亞對匈牙利大 以及剛剛說的那場希臘 對波斯尼亞大就很穩陣了 這兩場比較有深水 即是我三場深水入球大 其實比利士那場都可以 譬如盤縮了 不是正規兩球半 我覺得信心也很大 歐洲區的外圍賽 暫時過了段落 今天歐洲區 轉一轉去南美洲 立即精神 去拉丁美針 真是精神一點 不過可惜這屆也沒有巴西 看人家職幕一點 巴西不需要踢 根本是戒戒不需要踢外圍賽 根本應該戒戒都自動入選 其實我告訴你 有個不法奇想打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贊同 提外話 其實巴西應該拆幾隊打 怎樣自己打 一隊是海外效力的一隊 一隊是國內聯賽分成聖保羅省 一隊是里約省 兩隊 再分成一隊是其他25個省份 四隊參加差不多公平一點 有什麼理由英格蘭英倫三島有幾隊參加 巴西沒有幾隊參加 巴西一參加得友誼賽 輸死人 正常說 手名出線 手名也不見你 癡名也不見你 所以 我跟白賴特談談 你有什麼理由英格蘭三島有幾隊參加 巴西沒有 應該拆幾隊 看看白賴特聽不聽你的電話 除非有些女兒去介紹 走人來聽聽